监视器画面中一名女子走进超商 鬼鬼祟祟的利用手提袋作为掩护 将超商内的日用品塞入袋中 再若无其事的离开 在这家超商已经连续行窃两次 超商店员在清点物品时发现物品短少 调阅监视器才发现女子窃取店内商品 两岗分局货报将无业的女子查气到案 但她却辩称当下是因为吃了药意识模糊 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偷东西 然而她的说法不被警方采信 证讯后还是依窃盗罪嫌将她移送法办 两岗分局强调窃取他人财务涉犯刑法窃盗罪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 提醒民众窃物以身释法 介绍话场报道